多认识一些中草药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就比如像最近你抢不到药的情况下 还有一些不要钱的可替代方案 今天就介绍浅浅浅浅浅的种类有很多 一般分为白花浅浅和紫花浅浅 但是从2005版的要点里面 就规定浅浅的来源只有白花浅浅的根部 其实两种都是同属不同种的植物 作用都差不多 就是紫花的效果没有白花的好 乾糊根据种类不同 叶片有大有小 在野外的时候不熟悉的人 很容易把它跟白纸 当归 毒火 穿胸等这些一起搞混 因为都是散心科的植物 叶片长得很相似 乾糊的要用部位是它的根部 你看它的根部是很粗壮的 下面会有一些叶片的残疾 这些残疾脱落以后就会形成繁文 这也是见面它的一个很大特点 乾糊在入药的时候 它有一个灵魂伴侣 那就是罗摩科植物白钱 一般它俩都是沉双沉对的出现 是一个对药 传说古时候有一个药壩 人们咳嗽去买药的时候 它就会强卖给人家贝母 但你说贝母多贵 那都是按客买的 穷人哪里用得起 后来有一个叫花子 就告诉老百姓 其实不用买它的贝母 山上随处可见的钱壶也能解决问题 后来它的作用才在明前传开来 直到现在 钱壶也是中央里面一种大动药材 就像这一种大动药材